輸給他們怎樣? 你會做一個人,你會這樣? 你會帶頭來廟好,來怎樣? 做好會來打招 所以你們大家也不知道可惜 做好會是你們的事情 吃好會是我的事情 結果現在看起來才是我們台灣人 做事情還是我吃好會是我這樣不好 我只要吃完了就好了 所以大家記得 這個市場已經是在你們底下了 你說有多大? 很大 你們知道有多大嗎? 非常大 他們只要一個城市 一個城市,就是一個國家 你才做得到 所以我希望各位 你們已經是騎到自高的 已經是最好的時間後 來加入我們 我們有一個需要 這一定要好好把握 一定要做好 好嗎? 好 但是 我 希望 大家 來聽我們一個上線 民營老師 來講一下 香港的市場 他現在人家這麼好 香港的市場 比他三位 十七、十八、十九 他在那 都在那裡 都在那裡 幾百人在那 這樣好不好? 我們聽看看 他可以帶我們大家 做會 來拍給他好嗎? 我們請民營老師 好不好?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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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朋友 大家 晚上好 好 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我相信大家 很 對於香港 在最近內地市場 一定有很大的願景 對不對? 對 你們也許不曉得裡面市場多大 我們講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你給你思考一下 裡面有多少人 七百萬 七百萬 大陸 我不看香港市場 我個人不看香港市場 三十億 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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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只看內地 因為內地是我們所有人 不用學其他語言 你講中文就能通 又標準的話就能通 總共有十五億人 我們要幾趴? 一趴 一趴 幾萬人? 一千五百萬 每個人 每個願止消費50PB 有多少營業額 你算算看 總共兩千 兩百五十一新台幣 公司多一半給你們 這千萬元 好 他只要站一趴市場 中文大陸只要站一趴市場 就已經超入安壁了 所以其實不只是我們現在有很多華人 在看這個市場 Steven Running 各位知道嗎? 知道 Steven Running 以後每個月都會去 然後已經有很多國外的鑽石之後 辦這個活動 因為 全國內台保的活動 扣到我們的後台區 對 然後就很多 鑽石門在問 我們上一次 今天是3月8號 9號 辦的活動 原本預計會來三百個人 但是很多深圳 跟哪裡 將近一百多個人 他的那個通行證辦不出來 所以全部累計到我們下次 下次我們是在 4月18、19號 那個場地大概還是三百人左右 但是預售票在我們上個禮拜已經賣出去一百多張了 很可怕 我們在這裡就是鼓勵我們華人說 我們台灣人說一個人帶幾個人 兩個 我在台上講訓練會說一個人帶兩個好不好 他會說不要 因為他們要一個人帶十個 因為他們覺得說這是很容易的事情 你看喔 一個人從內地不管深圳烏龍江 那一天我來最遠的地方是從烏魯木齊來的 烏魯木齊 烏魯木齊 還有從那個山東來的 可是其實說烏魯木齊來那個夥棒 我問他坐動車坐多久 聽說他坐了快 四天 四天還五天 他坐了那麼久 只會站在台上看看我們 鼓鼓傻 四個小時再坐回去 所以他們對於這種賺錢的動機是很強大的 那很強大其實不只如此 不是要把所有關注點放在中國大陸 你可以把這個資訊告訴你身邊的朋友 一起去搶戰 相對也可以把我們台灣的業績拉起來 所以其實香港跟大陸會有很大的市場 在於我們擁有最大優勢是華語 像我們去香港 我去香港演講也不講 也不講所謂的香港話 我們是講中文 因為我們對的所有的人 絕對不是香港的朋友講 那天來的超過一半以上都是從內地過來的 所以他是擁有很大的市場 加上公司在這部分會開始不斷的去幫忙協助很多事情 先給盛附層掌聲一下 包含陸流經典等等的 這個有聽到各位的聲音 我們也一起努力去把這個東西弄好 那等弄好 大家都稍安勿躁 因為從綠寶甚至鑽石以下公布 你們知道就可以開始執行 現在有這樣的人脈等等 我們還是做一樣很簡單的事情 把這樣的訊息撲打出去 那如果你想去香港開線的 請網上聯絡你的藍寶石 甚至綠紅寶石 甚至上綠寶石 由你們的上線群來跟我聯絡這樣好不好 你不需要去透過公司 很多人奇怪透過公司 是不是來聯絡 沒那麼嚴重 這是公開性的活動 雖然是我的團隊辦了 但我們是都要公開的 你們只要想去 你們就可以透過你們上線藍寶石以上 來跟我聯絡就好 那 我們估計 我的團隊估計 每個月都會過去那裡辦理事 那 估計 可以講嗎 香港的聖大開幕 可以啊 我們預計在香港六六頓 應該是Burning等等 他們都會過來 那個6月13號 對 好不好 6月13號 我們好不容易敲到我們 我們總裁還總裁的時間 1月13號 我們要做一個怎麼樣 做一個開幕 開幕 好不好 那個這部分公司花了相當多的錢 他也可以把握這個資源 這個在香港是很花錢 哈哈哈哈 不然各位 像那個 那個 戴大哥就有去 你不要有去那邊開線人那個 我那邊當上線的人 我去那邊光租金就要場地 不是租很大 300人就要花20幾萬 而且是先付 所以在台灣多賺點錢好不好 好 好不好 多賺點錢 然後去那邊 過了快樂一點 其實那一市場 真的很大 你知道學會如何分享 這麼簡單的商機 請問各位 在今年2015年 我們把大中華區 大部分的業績 通過我們台灣的所有領導人 把它拿下 對不對 挑出馬來西好不好 好 你們蘇泰國蘇很久對不對 是 這次變成的一位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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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李老師在這邊 我 我又問的啦 好不好 因為大家 大家會想說 好像李同剛剛這樣做難嗎 也是 怎麼樣 去香港 不是很難 雞票買一買 快點訂訂的 或是 其實雞家有的 一萬多塊 雞家有的 我們安排的行程 大概都是四天三夜 第一天去 就是 反正閒著無事 去街上發發咖啡嘛 也會認識香港人 香港人很多 然後第二天就是一個 我們的CVP CVP就是給新人的 第二天就是一個訓練會 其實是我在台灣上的那個新人 新人啟動訓 然後最後一天呢 再跟夥伴 再抱一下 道別一下 叫他們好好加油 不要死活一個月 哈哈 就回來 大概四天三夜不貴 機票大概就是坐於 六千到七千之間 飯店你不要跟我住一樣好 我住比較好 你可以住那種比較一般的 大概兩千多塊 所以加起來在一萬出頭而已 這個是合理的 因為你們沒有什麼時間睡覺 對對對 我的飯店之後 我的飯店就是被別人進來作戰 我都沒有什麼睡覺 就是我們去的時候 我們去那邊 我可以告訴你 那個飯店 經常都來趕我 就說 朱先生你不可再用 人太多了 太多了 真的 所以這個是怎麼樣 這就是一個商機 你可以看到 他們真的是怎麼樣 內地的朋友 自己出錢 自己出錢 那不可以去到那裡 真的 那都一天 知道我家裡而已 我就太怕了 早上去就開始 這個搖搖搖搖搖搖搖 到那裡沒辦法了 就大家 丟這位 沒辦法 就在那裡 這樣子 所以 最後換點來說 你那個拉力要收費了 對 要收費了 哈哈哈哈 真的啊 人家說要收費了 我怎麼變這樣 這是什麼事 好 所以你知道我們熱度怎麼樣 震望的時候 大概你們不知道 歐雞其實在全球 全球的知名度 真的 你們不要做廣告 真的 你只要說咖啡 你只要說 我們在家裡 你如果說 我不會咖啡 他就說你歐雞 我不會 我不會 我不會騙你 所以這個東西呢 是已經讓大家已經 已經不好一條路了 在內地更可怕 內地OG這家直銷公司是 蟬聯百度 2012 2013 2014年 直銷公司 搜尋被搜尋 關注度第一名 這個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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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就是說 我們要講一下 就是 這個票 這個票 是剛開始而已 他有招妙票 招妙票 我們那邊 CVP收的門票 是150塊港幣 那隔天的訓練會 就是新人啟動訓是500塊 然後我們是一起買500塊 這樣子 一起買 因為如果是台灣的朋友 像戴哥他們有去 應該都會去兩天 那有些內地的朋友 我們有開放 有些是 因為有很多體系 全世界很多體系在那邊 我們開放那個所謂的 CVP的找鳥票 是 如果一次買10張的找鳥票 都100塊港幣 其實對於他們是很合理的 因為我們去吃一頓飯 都超過100多塊 港幣 隨便吃一個飯 我去那邊吃 都吃那個200塊的炒飯這樣 台幣 早餐就200塊了 沒有加肉的 所以我那個有開放 但是 這個是有限 因為這次場地 大概310人而已 第一場 場地310人 那場地很漂亮 很漂亮 很漂亮 然後第二天的場地 大概是100人 我們那個票都有限 有限數 所以你如果很緊急來 跟我要 不一定會有票 所以這個 因為這個資訊 應該 像又會把他公布在後台 所以很多 其他國家的鑽石 會來跟我要票 所以大家如果想去 你可能要提早安排 然後跟你們來幫忙 這樣子 這樣子 那個最近